说起电影《山河故人》 自从入围《嘎那》电影节后就备受关注 在《嘎那》放映时也是反响极高 而该片终于在10月25日与北京首映了 活动当天 胡军 陈鲁玉 袁泉等圈内众多艺人到影院 给贾张科导演捧场 而范冰冰的到来 确实卖的是主演董子健的面子 说起这个董子健和范冰冰的交情 那范冰冰可是看着董子健长大的 董子健的老妈王金花是圈里著名的经纪人 捧红了范冰冰 李冰冰这样的一线大咖 当初董子健主演《青春派》时 是李冰冰倒战助阵 如今电影《山河故人首映》 范冰冰又来为董子健捧场 您看这董子健可真是圈里出了名的小少爷呢 董子健还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长大的 所以说他还留着小便 在整个老的后 正如范冰冰所说 如今才22岁的董子健 在电影中和62岁的张爱佳 饰演一对忘年恋 这相差40岁的爱恋 对于董子健来说 也是难度颇高啊 而贾张科对董子健是相当有信心 当谈到这种文艺电影的票房预期时 贾张科也十分谦虚地 用手中的大麦给出了理想的答案 共三支 所以肯定能实现 所以肯定能实现